你好 上期我们讲的啊 黄仁宇呢 那个被人开除了 后来呢 他就跑到一个叫贺国的那个一个人那儿呢 去打工去了 这个公司啊 离这个市中心呢 差不多有两英里吧 哎 完了在那个高速路边上啊 有一家这个高级的夜总会 黄仁宇呢 就在那儿呢 做一个临时的这个洗碗子 酒宝呢 要是不来的话 他还得帮着一块帮着调调鸡尾酒 什么的 贺博这个人呢 应该说还是相当不错的 他呢是干这个厨师起家的 现在呢开始有了点钱 但是啊 你别看他有钱 又开了个夜总会啊什么的 但是他还是跟大家呀 混在一块 整个呢那个气氛啊 特别轻松 像个大家庭一样的 如果啊 这餐厅人满为患的话 呃 这个 一下忙不过来了 他的秘书啊什么的 也会直接围上围去 来当女招待来 呃 这个风琴师啊 就是伴奏的 就经常呢就是 这个正餐结束了以后就会问黄人员 哎 瑞 你最喜欢什么音乐啊 我来给你弹一曲呗 经常啊 经常啊还会在这个大家呀连续工作了五六个小时以后啊 这老板呢还要请大家喝杯啤酒 然后呢再打卡下班 也就是说呢这喝啤酒的这段啊 比如说十五分钟到二分钟是时间吧 还都算是上班时间 而且呢每一个人呢还能享用一顿免费的午餐 而且啊这个这个老板还经常说想吃点什么 亲自下厨给大家做好吃的 他们的这个夜总会啊 这个水杯啊设计的特别的精致 也很别致 就是弄了一个就是迈哈顿呢 那么一个那个图形啊 那玻璃 完了呢上方呢还有点音符 好像在那上方流动 夏天啊 呃他们那个地方啊 确实特别的闷热 有一天呢黄羽啊下班就拿了一个水杯 往里边放了些冰块 完了用纸巾啊给包着 跟这个老板说 哎赫 我偷了你一杯子啊 里边放了点冰块 我那屋子实在是太热了 这老板咧个大嘴 哈哈没问题 好好好 你就是我的广告商 多多的宣传我的杯子啊 没事就给它举起来啊 可惜啊 那天那年的夏天 这贺博呢结婚了 她的妻子Styla啊 是一个金发碧眼的西方白人 确实非常漂亮 年龄呢也比贺博呢小很多 可是呢人家这一上任啊 就直接要来一个革命性的改变 这个打卡的那个地方啊 上边就直接贴了一个公式 就是说呢这个上班期间 所有的员工谁也不许喝酒 把那个主厨也给开了 完了呢换了一个啊 大概年龄也就十来岁的 一个助理厨师 为了便宜嘛 完了经理也被赶走了 也不再找替补了 哎他自己呢就在这当个老板娘了 整天啊那两只眼睛就盯着 黄仁宇调酒 哎呀黄仁宇就被他盯的呀 特别的不自在 你你像这个倒啤酒啊 一般都是比如说 倒一个五分之三的满 完了剩下呢都是泡沫 但是呢你还得呀 倒的特别的精致 哎你还得倒的准确 就是这泡沫还不能漫出来 你还得让客人满意啊 觉得哎呦我拿的是满满的一杯啊 应该说黄仁宇啊 以前做的还挺顺手的 可是就这么一眼睛老盯着你吧 就弄得黄仁宇啊 就老出错 有一天呢就是人家还在那盯着呢 结果黄仁宇啊 一下也不怎么就摁错了 一个收款机的一个摁钮 结果呢就等于写了一个二十的一个白卡 就跳出来了 那意思就是二十美元 其实呢那肯定就是二十美分嘛 这个人家要的生啤酒 应该是黑卡才对 这贺博啊 因为娶妻了以后啊 老婆这么一个革命性的改革以后 已经不让他这个围围裙了 整天的啊穿着个西服就站在这个房屋的这个他们那个餐厅的一角 看着这一切也不说话 但是黄仁宇啊就觉得啊 看他的眼神啊就觉得肯定是非常怀念以前的美好时光 那个时候啊 贺博就经常的说 哎 好吧 没问题吧 可是啊 这个因为大概是多年啊 好不容易取这么一个金发碧眼的 哎呀 就看着他啊 整天的就是 那个 跟这个老婆啊 坐在吧台那 哎呀 想方设法的啊 怎么讨好他 但是呢 好像这老婆呀 这Styla啊 永远的是不高兴 板着个脸 撅着个嘴儿 当然他们没有开除黄仁宇啊 因为呢 黄仁宇呢 他算是这个临时工 算帮助 他的工资不可能太高啊 而且呢 就是属于就是什么 比如忙的时候才教育 不忙呢 就不教育 所以啊 等于就是 黄仁宇发现啊 有好一阵子 也没来找他了 于是黄仁宇呢 就不得不啊 在他那个城市 就安亚铺那个市啊 又另外找了一个 在厨房打工的 这个临时工的工作 在这个期间呢 他还帮一个叫西斯的 料理过一些家务 这个西斯先生啊 好像是这个安亚铺 这个银行的副总裁 也算是创办人之一 在这个比较豪华区啊 也就是他们那个 五十年代啊 兴起的一个 一个那个豪华区 在那个吉德斯路上 这位先生啊 大概是早年的时候 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故吧 反正是少了一只手 完了呢 他这个左手腕啊 就是牢裹着一个胶布 完了呢 就等于就是把那个 断掉的地方啊 给盖住 替他工作啊 黄尔宇就觉得啊 最困难的 并不是说自己啊 干的怎么样啊 而是说什么呀 就是你干的时候啊 他永远的要过来帮你忙 而且主要是什么呀 人家那一只手 过来帮你忙啊 都比黄尔宇啊 干的效率要高出两倍多了 所以我说这黄尔宇啊 就是哎呀 他命太好了 公子哥一个 上班的第一天啊 当时他是负责给人家家里啊 那院子里除杂草 结果呢 一不小心 给人家那玫瑰给拔了 结果呀 哎呦呦呦呦 你想啊 让人家肯定就看见了嘛 还好啊 这先生就说 哎 没事没事没事 别担心啊 你就留在这别动 我再给他插回去就是了 就整个啊 干的这个过程啊 皇上就觉得啊 自己啊 双手忙活的不亦乐乎啊 还不如人家单手 叉叉叉干的快呢 还把人家母带也给拔了 哎呦 还让人家付1.25美元的 那个一小时的那个工钱 他老觉得呀 就不好意思你知道吗 就觉得 我得多干点 所以到了这个吃饭的时候啊 他就直接在那个厨房啊 也就喝了杯水 吃了一点东西 马上又返回来 继续干活 又干错了 弄的呀 最后这西斯说 来 想开一点啊 看来呀 你确实不太适合这种工作 所以你说他到哪打工啊 没人愿意跟他一块做搭档 受不了 你你你干的那个啊 干错了 人家还在后边帮你着巴去 你想人家得多烦呢 黄尔宇觉得啊 也是 看来自己啊 真不是一个干活的料 领完了当天工资啊 回到家里以后啊 他就等 等了第二天 人家再也不找他了 可是啊 还就过了大概一个星期吧 这个西斯先生啊 又给他打电话来 这回呢 给他安排的工作呢 是在家里边啊 就是帮他打扫卫生 完了特别是就是窗户啊 什么天花板啊 这些啊 平时人家这个主人 不是一直手啊 不太好干 就这种事呢 叫他来帮忙 那天呢 正好是星期六 下午啊 是这个米西根 跟这个对爱德华 两个大学啊 之间的那个 橄榄球大赛 你知道这个美国橄榄球大赛 就跟咱们这 踢足球一样 你知道吗 那万人空巷的 午餐的时候呢 这个西斯太太啊 就给黄尔宇啊 专门还准备了一个午餐 一份熏肉 完了一个鸡蛋三明治 给他摆在那个盘子上 还给他弄了一杯可乐 说今天的盘子啊 你不用鞋 你就扔在这水槽里就行了 等我回来我自己弄 随后呢 这太太就跟先生去体育场 看比赛去了 这米西根呢 前一年啊 也是跟这个爱荷华对打 到中场的时候啊 这爱荷华已经都12分了 这米西根还0分 没想到呢 就是到了下半场 呱呱呱呱这个米西根就开始奋起直追 到了中场啊 反而是最后是14比12 这西斯夫妇啊 其实也知道黄瑞宇啊 也特别关心这场比赛 所以啊 还特别的那个 呃 有爱心啊 就直接帮他把客厅的那收音机 给他打开了 就是那工作的时候啊 你还能听听人家那个 那个叫什么 雷诺兹 那个特别有名的一个解说员啊 在这解说 完了顺便呢 能听到那个现场 那个球迷的欢呼声 也巧了 这回啊 这比赛啊 还真是又是这个上半场 米西根又是0分 爱荷华12分 到了下半场啊 米西根又开始奋起直追 哎呦 最后啊 又打成了14比12 所以啊 你想的现场 得激动成什么样 这个黄瑞宇啊 一边听啊 自己也激动的不行啊 这家伙呀 一个本身就不是个 干活的料不说吧 他呢 就是 再加上这边一激动啊 所以他可能擦 正好擦这个天花板的时候 这不就得需要拿那个 那个海绵啊 就上去擦嘛 那么蹭去 当时呢 他就踩着一个那个 看着那个床头啊 不是有个床头柜吗 哎 他觉得这样 这儿还行 他就上去了 他踩着呢 踩着那个床头 那个那个那个木头上边啊 结果一不小心 他掉了 这一踩踩着呢 一划脚呢 就直接踩在了 那床头柜上 那床头柜上呢 摆了一个瓷器 这也不知道 人家值不值钱啊 人家放在床头柜上的呀 那说明什么呀 说明可能这个 这个东西 这瓷器啊 人家是有情感上的 某种含义的 是无可替代的呀 哎呦 黄瑞宇哦 心都 不知道哪儿去了 都找不着了都 这瓷器虽然没有完全碎掉啊 但是呢 能就是破了一个角 特别容易就看出来 这黄瑞宇啊 也不敢吭声 就把这东西啊 就给放回原处 西四夫妇回来了以后啊 这个黄瑞宇啊 就在那儿想 哎呀 我到底是告他 还是不告他呀 那个我摔坏了 缺一脚啊 完了就开始啊 自我安慰 哎 人家迟早也会发现 我现在告他不就是 挨一顿骂吗 算了 完了再看看人家西四先生啊 因为看球赛嘛 不停的在那儿说 打赢了怎么回事啊 什么什么的啊 兴高采烈的 他呢也插不进去画去 他一想 算了 我也别说 这西四太太就说 哎 你看看 米其根 他们用的全是一帮大二的学生 你别看这帮小伙子 打的那叫一个好 对不对 完了他太太在那儿 就是就是 黄瑞宇啊 其实是心灰意冷的回去的 想啊 估计啊 这个客户估计也砸手里了 就再也不会找他了 没想到啊 又过了两周 这个安牙铺这个银行 给他打电话了 说你愿意 你愿不愿意 为我们工作啊 到我们这儿来 说我们这金库啊 有一点小差事 而我们西四先生说啊 说你人不错 完了呢 我们这些活啊 大概你能干个 一个多星期 黄瑞宇当然高兴了 就赶紧过去了 一看呢 其实什么 就是特简单 就是把这个银行啊 比如说 堆积的 他都银行 比如说你留的一些 这个票据啊 文件啊 不太重要的啊 一般就是保留一段时间 保留到两年 五年 这样的啊 差不多期满了 你就可以把它清除掉了 他就负责 整理这些东西 完了呢 把它清除掉 西四先生啊 等于说呢 这个应该说啊 嗯 对黄瑞宇啊 信心还是不是很足 但是呢 可能觉得这个小伙子 还是不错 也不能说小伙子了 三十多岁了啊 嗯 他一直还真的用了他不止这一个星期 就是有活就找他 有活就找他 另外呢 就是也是家里边啊 那些拔杂草啊 青草的事啊 还继续找他 可是啊 后来呢 就是因为黄瑞宇啊 他不是正在申请这个永居吗 这个移民局呢 就说了 你永居的时候啊 不能够 只能干临时工 你不能干这种长期的 这长期时间一长 就算正式工了 就是什么 你比如说一星期 你只能干多少多少个小时 你超过这个小时 那就算正式工了 那样的话 你就必须有工作许可证 那银行呢 他要想用你啊 他也不敢用你了 你没这许可证不行的 结果呀 黄瑞宇没办法了 就只能够特别不情愿的 就没法在这个银行打工了 于是黄瑞宇啊 就又开始一段 这一段呢 这个工作呢 他持续了很久很久 是干嘛呢 在一个建筑公司当一个会图员 就是在一个叫 特律的一个叫吉罗公司的 他在那儿呢 就是 画图的 这个是一个美国啊 特别有名的一个大型的顾问公司 差不多有一千多员工 完了呢 他们那儿呢 就是属于是一个叫结构部 专门画那个结构图的 这个结构部的这个主管啊 叫哈利 这个人呢 是一个犹太人 他呢 等于天生啊 就对这个少数民族啊 就是 非白人血统的啊 有一种同情心 他们也是这个旁边那个 维恩州立大学的一个助理教授 等于啊 黄仁宇在他这儿画图赚来的钱 就足以支撑他在米其根这个大学深造的 这也是这个主管啊 特别愿意雇用 雇这个黄仁宇的原因 因为什么呢 就是觉得啊 一般人啊 是不会愿意雇一个 就是从来没干过的 完了又已经都三十多岁了啊 接近中年的一个外国新手 来干这个工作 但是呢 他就觉得 我天 你看人家都这岁数了 还在来上大学深造 我得鼓励 我得给他机会 那那样的话呢 我能帮多少就帮多少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他到我这儿来工作 他就能挣点学费嘛 真的黄仁宇在他们家干了 确实很久 干了八年 等于从一开始啊 是全职 后来呢 就慢慢的啊 学业呀 开始多了 兼职 兼职后来又开始呢 就是一周上两天班 完了 再后来呢 就是周末 或者是那个放假的期间去上班 直到后来啊 他不得不停止了这块工作 因为他得去重新申请一个新的工作 前前后后 他在吉罗工作了八年 因为离学校啊 也很近 再一个呢 他也在这个安压堡啊 就是个附近啊 等于他学校附近 也打一些零工 大部分时间呢 都是在这个餐椅 应该说 绘图员啊 算是 灰岭阶层吧 呃 就是等于人家工程师啊 先画一个草图出来 然后你把这个草图呢 再给他放大 做大样 给他做成大张的那种呃 绘图 也就是说咱们所说的蓝图 这个工作啊 其实就是你要有一个基本的投影啊 几何啊 这这种东西 另外呢 就是善于画图 呃 另外你的字还得稍微的写的漂亮点 最主要的啊 你要对这个建筑业啊 有一点点的粗浅的知识 一般来说 其实就高中毕业生就可以胜任了 可是那时候啊 还真是 就他们那个会图员啊 呃 在五十年代的时候 差不多每小时 要能挣到三美元 或者更多 再加上加班费啊 什么的啊 所以啊 会图员的薪水啊 真的比好多 就比如助理教授 就那种的那个知识分子 挣的都要多 不过呢 这个工作啊 有一个大缺点 就是对眼睛的伤害 每次下班啊 哎呦 这开车回家的时候啊 这黄黄 你就觉得这眼睛不够使了 哗了都 好在啊 就是像这种画图啊 画画啊 织毛衣啊 这我家的 就是 有一个好处 就是什么 它不用你啊 动太多的脑力 但是呢 它能让你啊 能放松下来 就是你能够专心的 还能想一些别的事情 所以好多时候啊 它就是一边画的图啊 这脑子啊 就开始 漫游 就漫游它喜欢的那些历史啊 什么研究啊 那些东西啊 就顺着它的思路就可以走 所以经常啊 它就在这个段时间里边 已经形成了一些 它的初步的一些 对历史的解读 嗯 当然你要真正的 这个历史啊 要真把它做成一个结论的话 在历史研究上 你一定得去找很多资料 去佐证这些东西 但是最一开始 你是需要有一个框架 和一个结论的 这个极乐公司后来啊 越办越大 完了呢 就开始招更多的人 忙的时候啊 甚至还会雇佣一些 工程系的那帮研究生 所以啊 它这个因为 这个工程量越来越大 因为那个年代啊 正好是美国 大兴土木的时候啊 所以啊 也很少啊 就是 开除人 尤其是像这个 黄尔宇呆的 那个结构部门啊 简直就是根本 就没什么竞争压力 所以啊 它从来没有感受过 被同事挤压呀 或者被同事歧视啊 什么的 直到有一年夏天 它呢 就在这个 底特律啊 待房了 待房了 它一想呢 得 它就决定啊 搬到芝加哥去 在这个市中心啊 有一家公司 它找到了一个工作 因为那边呢 就夏天啊 要比这个 底特律那边啊 要凉爽很多 只不过有时候啊 比如说要上班啊 什么的 就得搭那个叫什么来着 高架铁路了 但是呢 也比那个搭工汽车 每天坐那个通勤啊 要走50英里 也要舒服一些 不过啊 在这个地方 他发现了 就是特别明显 跟他同办公室的 另外那几名会图员 就总是想办法 让黄仁宇过不下去 日子不好过 尤其是有一个 留着小平头的一个 简直就是恨不得 拿那个放大镜啊 来说 你看看 你看看你画的这个 歪七扭八的 这是直线吗 这个 黄仁宇的弟弟啊 黄静存 这时候呢 已经在美国啊 马上就要成为一个 顶尖的航天工程师了 他呢 就老说黄仁宇 说你这个 把这时间花在打工的 这个时间你太多了呀 怎么 而且你还好像打上瘾了 觉得这挺神圣的 是不是啊 就那意思啊 你一个文人 你怎么能干这个呢 你来学习 你别都干这个 那么喜欢钱吗 其实啊 有时候黄仁宇啊 也不是说特别喜欢打工 哎 你想了大冬天的 那个早上 你还得起床啊 完了呢 整个城市 人家都睡觉呢 你就得 顶着寒风 就得出来了 他呀 后来呢 在这个 他们那个学校啊 米奇根大学呢 旁边有一个 就是咖啡厅 专门打工 干嘛呢 给人家就是做早餐 这里边啊 老有一帮啊 特别年轻的 这个研究生啊 和讲师 在这个店里边 一边吃着早餐 一边喝着咖啡 一边高谈扩论 高谈的都是什么呀 什么产业工会啦 什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啦 全是那种大课题的啊 一边抽着烟吧 人家那个 哗哗的 就直接啊 因为也不找 那个烟灰缸 就直接就把 那个烟屁啊 就灭在 那个咖啡杯里 就那么一碾 你知道啊 像那种的啊 特别难清洗 这黄日雨啊 就经常忙的啊 根本没时间去 去洗这个东西 所以就什么呀 就是 对把这个所有的 那个咖啡杯 都能够用完了 差不多也该下班了 嗯 行吧 今天先讲到这 天都黑了 拜